在新北市三重区出现了一块扛棒 白布条上面抗议检举人 是说叫检举人你不要来 原来是有一间床垫行 他在棋楼放了床铺 结果每十分钟就被检举两次 实在搞了他不声其扰 最后才说你不要来 还真有用 检举人不再举发他这个床垫 转而去检举附近的棋楼围停了 床垫行招牌上贴着白布条抗议 求检举达人别再检举了 放他一条深路 是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店家用抗议布条 把招牌遮得只剩三分之一 原来是老板有苦说不出 才会出此下策 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投诉 变成让我紧困了 没开没 就要结束 这不算违法 只是违规 警察也是用劝导的方式 我马上把它收起来 床垫行今年五月才刚开幕 每天一夜前会把床的样品 放在棋楼柱子上 因此被检举 老板说曾经十分钟内检举两次 真的受不了 才会在店面上方摆布条 因为台风天紧急收起来 但原本五十平方公尺布条 白底黑字 明白对检举人说 我有对不起你吗 还没开幕就逼我结束 也就是因为这么醒目意外达到效果 检举员不检举床部 转向检举棋楼旁 机车围停 这下子变成另外一家店 连带遭殃 林居说三重四场入二段 整条街上武艺幸免 没定红单击不完 依规定其楼对方物品 可罚款最高1800 但警察三分两头来 生意都不能做 求检举达人 别再来了 FM 林世达 吴亦轩新北市报道